有观众说 他这个八字跟侧见性的八字没差多少 为什么运势差这么多呢 他说他问过很多老师 有的人说是观影相生 有的说是养人养用七煞制 还有的说是消应从强阁 为什么这个用神这么难取啊 其实这个八字非常简单 雾土生在魏月 本身就是土最旺的季节 所以这个八字的土本身就很旺 加上魏月是夏天 这个八字的火也相当的旺 所以这个八字的火土加起来力量 占了全局的85%以上 非常非常的强 唯一剩下的用神 这个观煞 力量只占15% 如果能够用水跟木去加强观煞力量 这个人就可以在辛苦之中有所成就 然而啊 这个八字的运势一路上走火跟土啊 即使是丙生根丁有运里面的生根有 还会去克制他的用神 就是克制那个木 这个八字原局用神太弱 格局没有精神 再加上大运不佳 所以心意不定 做事难以掌握方向 加上本身无法刻苦耐劳 所以一生难有所成 这格局跟侧见心 乃天壤之别啊 性格决定命运 如果你能像他一样 从基层刻苦做起 不要三心两意 努力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命运哦 我只能把我认为大运不强的生根丁有